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不如說回樓市復甦 我發現現在很多出來看樓或者買樓的人 就真的好像我之前所說 主要是自住為主 包括掛牌出來 我們一年有幾條影片 Kerry 我有幾個新的listing 都是溫哥華幾個很流行的地方的兩房單位 我們由Marine Gateway 今天會跟大家介紹W-1 這個已經不是兩房 而是三房自住的單位 之後我們在Matchel Town中心 一座挺漂亮的房子 有冷氣的 也會有兩房掛牌 在Brownwood那邊也會有兩房掛牌 每個地方跟大家重溫住在這幾個階段 有什麼特色 或者有什麼比較舒適 或者有什麼不好的 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一個在W-1Marine Gateway高座 455SW Marine Drive的中高層單位 而且它算是一個特色單位 因為它是三房單位 我今天拍這段影片的時候 檢查都沒有三房放 我們是第一個 會在下星期掛牌 這個三房單位 其實它的尺數是1000呎 不到少許 996呎 而它的特色就是我和我老公走進來 檢查單位 可以放梳化 放電視 還有前面 這裡就是飯店位 有一盞台燈 廚房就在後面 景色方面 這個單位是向西北角 現在都沒有東西遮擋 它只是斜對面 西北角 正角的位置 就看到那個是MC Square後面的一座 其他向正北 你看到都是Low Rise為主 我們可以出露台看看 露台也很大 基本上是一個Wrap Around的露台 大家可以來這邊看到北邊 有山景 今天山上有點迷霧 所以看不到 但平時會很美的山景 向North 而且因為W1向後的鬆鳴 都是Low Rise為主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後面 這些都是W1自己的一個建築 是專門出租 後面都是獨立屋 再後新的那些 其實已經是新的建築 是Low Rise Unit 那裡是Windona Park 後面是Golf Course 再遠就是山景 我們在這個單位 可以見證著Camby Corridor的發展 相信當年W1剛剛去建築 和落成的時候 基本上沒有那麼多新樓 那裡是Camby Garden都未建 這裡全部都是平一些 矮一些的樓 現在我看上去就越來越多了 Camby Garden那兩座 都是算這裡之後建好 然後再後面 現在看到很高的那一座 已經是Oak Ridge 那位是一個高點 這就是向北邊的景色 主要有些Park View 和City View 山景 那這邊就是西邊 那西邊的話 現在我們剛剛好 在MC Square那兩座高樓中間的洞 所以這兩座建築 就沒有直接擋了很多視線 我們都可以看到很開放的景色 都是舊屋的風格 那你說前面會不會有拆遷 或者再見的可能是有的 不過都這麼多年 都好像沒有動靜 那遠處 原來我們除了可以看Camby的發展 都可以看到屋街的發展 那裡有不同的天秤 吊車那些 就是屋上 如果大家記得 屋上也有很多不同的樓盤 那些甚麼Nova Otis 全部都是那個位置建的 那再遠一點 那兩座零零丁丁的 其實就是Granville那條街 Granville at 70 機場就是那個方向 下面 所以這個單位其實是向西邊 向南一點 其實天氣好是可以看到一點海景 有一點水 當然不是超級近的感覺 因為始終是在Granville那邊 飛機場那裡 好 那這邊就向南 我們簡直可以看到 Sky Train 橋 又是看到一些weaver的景色 那好了 我們現在看完外面的景觀之後 就和大家參觀一下這個 我覺得很實用的單位 剛剛我們就已經看了客飯廳 那它基本上 這棵牆大家可以放電視之外 這裏都是玻璃窗 所以看景觀的話都很舒適 光亮的話都OK 那它沒有向東 所以它變成日後可能不算超級光 但是下午之後也很多陽光 那些朋友可能會擔心 西斜會不會很熱 幸好這個單位是有冷氣的 有冷暖氣 包在Stradafee裡面 那廚房的話 它也很大的 它有一個Linear的廚房之外 再加一個很長的中度 即已經不是中度 就差不多黏住了 那這邊應該可以坐到兩三個人 對 maximum我想三個 兩個會舒適一點 那有個檯面 那這個檯面一直延伸到這邊 那你去到這個位置 都有個窗 所以其實它也有很多窗 你廚房煮東西吃的話 這邊也還可以看到一些風景 就是有些通透 有些光照進來 你看到下面這裡全部都是儲物空間 那W1的發展箱是Concord 大家可能看到的東西 都像層相識 它大部分都是櫃桶 所以變成很實用 不用說很多 經常都要打開烏底森 全部都是櫃桶 那這個上面就做了一些儲櫃 那這些我覺得它的材料都OK 而且上一手都保持得不錯 然後這裡就是個大雪櫃 雪櫃是MIRROR的 下面有兩格冰骨 哇 很多冰 好 然後看爐頭就向上拍牆 那就是四個GAS爐頭 但是拍得比較大的30吋 下面就有個焗爐 然後這邊就是洗碗碟機 這裡應該還有個垃圾桶 那些櫃 那些放醬油那些櫃 然後這裡下面就是洗手盆 有垃圾桶的空間 還有放一些清潔用品 這樣的收拾 unit 然後這裡剛剛看到的櫃桶 微波爐 還有下面有櫃 那這裡是有半棵牆在這裡的 那這個應該是屋主後家的一個shelving 大家可以再DIY得漂亮一點 加多幾個架就可以放多些東西 那走出來這裡 去洗菜那些的時候 又可以看到向北邊的山景 還有城市景觀 好 那這個單位 現在看完一下飯店了 那最近的儲物空間 就是那個pantry 或者是那個釘 它尺寸不是很大 但是也很實用的 你可以在旁邊放架 放東西都可以的 好 然後我們先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就是整個單位的最入 就是那些gas就不會真的走進來 你基本上走到最入這個位 那就是向西邊的 所以主人房的view都開放的 望回西邊 那主人房就有它的主人吐槍 而且也是做到Double Sync的 那走進來長條形 那就是兩個星盤 然後這裡下面 都是有儲物空間 然後都應該是三個鏡櫃 鏡櫃裡面 還有可以拉出來放大自己的樣子的 那些鏡仔 這個 Concoc的錶配 其實我覺得這些鏡仔挺好用的 對 但是這個很麻煩 你經常拿出來 你說上次我們去酒店房 那個要放在牆上 隨時可以看 因為 那些鏡櫃 始終在裡面 照近一點 要污到身上 是 我也覺得是 譬如我如果要化妝的話 我從這個角度化 我又要這樣 躺下頭 但如果這個鏡的話 你就可以拉上來 還有一個放大 就是不用彎腰 因為腰就不可以了 年紀大 不用彎腰 老了 現在我再看到我的朋友 客戶說 帶人看樓 如果有些妹妹 叫我姐姐特別開心 給我一顆糖 叫我依依 那些就 嗯 哈哈 為什麼沒有人叫我姐姐 哈哈 這個就是洗澡缸 中間就是座廁 洗手間就是這樣 然後 還發現 主人房裡有一個很棒的特色 就是他有一個很大的walking closet 藏在後面 他其實就是剛剛那個pantry的旁邊 他做了這些 其實不知為什麼會有這些架 不過anyway 本身康哥已經做好了 這些放衣的位置 以及掛衣的位置 然後我們看完主人房之後 這個是一個三房單位 它有這些獨立的control on 暖氣 裡面有一個 外面也還有一個 通常小單位沒有的 通常大單位才會這樣分開兩個鬆 可以讓你控制 然後就看回 一路向單位的門口走過去 就會經過另外兩間房 就是這樣 另外兩間是向北邊的 side by side的房間 他們共用隔壁的洗手間 我們每一間都去看看 房間的size 說真的就是小的 不是說很大的房間 不過應該大於香港 大於嫉女泡妝的房間 W1跟Concord裡面的衣櫃都會 你笑什麼是這樣浮妝 我應該是妹妹不會看我這段影片 還有一個櫃桶 三格 還有Sensorlight 大家開了之後 那個light就會穿了 你看 這邊是掛衣服的 衣櫃 看看旁邊的 兩個是一樣的 基本上一樣的設定 都是有衣櫃 兩間眼鏡的房間 在這邊 然後這兩個房間 就是share這個廁所 剛剛主人房是bath tub 現在這個就是shower 其實當年W1的設計 剛剛好和現在很多是調轉了 其實我不知道有些人比較喜歡 現在是看到外面是shower 裡面主人房是浴缸 但現在很多新樓的設計 就是買pre-sale是調轉的 是外面的浴缸 裡面主人房是shower 我收到很多不同的feedback 好像不知道為什麼有些大家 很多朋友都喜歡主人房是浴缸 這個就是見仁見智 各個需求不同 這個全部是全玻璃 無框玻璃頂 這個也是有一個可以拿出來的 花灑頭鋪磚底座 然後這裡就是馬桶 然後又是鏡櫃 看看裡面有沒有那塊鏡 這個就沒有 有的 我還放在很方便的位置 OK 完成 好 看完洗手間之後 就進入門口了 這裡就是那個washer dryer 它真的很實用 它完全是一個正四方的織 每一塊都放在東西 然後來到門口了 門口還有大衣櫃做儲物空間 也都是裡面有那些 鏡頭燈光 那些掛衣的位置 那這裡就有一個rack 這邊是牆子凸進來 所以這裡就幫你做了幾個rack 那邊就是那些standard衣櫃 然後這裡就是一個大門 好 整個單位就看完了 好 看完這個單位了 多少錢呢 我們會在我生日 2月5號的時候掛牌 而且那天發現 不知為何很多盤都是這排列庫 不如在我2月5號生日 全部都放在上面 這就2月5號掛牌 那是1124萬9的 然後我們也會做open house 歡迎大家有興趣的 可以open house的時候過來看 或者大家可以打電話 跟Carry約來看 或者叫你的宜忌和我約就可以 希望大家喜歡 拜拜 還有什麼想說 還有什麼想說 有啊 其實這個2月5號房 我們之後那個星期會放在隔壁的433 有一個一房單位 很久之前跟大家分享放租、放賣的時候 那個場景 我們每個都會放賣 有興趣去看一房單位的朋友都可以聯絡Carrie